9月24日,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,首场社区对话将于26日晚举行,期望对话可在和平、理性及冷静的环境下进行。 林郑月娥称,未来无论有多艰难,都会持续举办这些社区对话。 当天的记者会现场,林郑月娥透露,至今已收到2万多名市民报名,政府进行电脑抽签后,将尽快通知获选的150名市民。 本周四,我和司局长将会进入社区举办首场的社区对话,在昨天截止登记的时候,我很高兴知识有2万多名市民愿意和希望出席这次的社区对话。 我们会进行电脑的抽签,尽快通知这150名市民在星期四参与这个社区对话。 林郑月娥强调,希望这场对话可以和平、理性、冷静地进行。 我和我的同事会以一个很诚恳、谦卑的态度来聆听出席的市民的意见。 希望在目前仍然是相当分乱的局面中,为香港尋找这个出路。 对我和我的同事来说,无论有几间,我们一定是会持续地去进行这些社区的对话。 被问及10月1日国庆当天早上举行的升旗仪式是否会取消。 林郑月娥称,国庆70周年日子十分重要。 庆祝活动原则是庄重和安全,必定会把庄重的活动放在安全环境中继续进行。